今天一開始先來關心瓶洞 東港的岸太平衣 今天早上就火燒 出動四十六台小峰車去打火 國軍也有派小峰救護車來到三天 岸太平衣總共有三百二十四個換假 因為這就火做成高的人失望 如果原地是有兩個人失蹤 等已經都找到了 火燒在下午一時空八分已經打火 不過就火的原因要再要調查 平衣裡面望遠散步 以後另外光景和平衣重町的火車 撒去到外面 這是冰東東港的安排平衣 吹三頭十七點四十左右 在平衣二樓的配電視 不知道什麼原因會燒 在平衣外面是燒風就好 不過要是看得到九九的會分 在樓大天和頂部 整個棄家都是火車加燒 和以後現場是亂吵吵 有的人要在調查 有的島民室有的環節要更多亂吵 有環節說想到島嶼的時 四山看不見千火燒燒到 現在是很驚訝 千煙我才知道 千煙你怎麼快點給你疏散 有這麼多 這個火車放你下來 放你下來 放你下來 你怎麼燒會很大嗎 燒很大 接到安排平衣會秀的消息 冰東館小鳳教室出動 四十多代替小鳳車前往現場 國軍也派出三十三人 拆帶救火車來到三天 安排平衛動會的所在是在地這棟 裡面總是有三百二十四個患者 不僅一部患者送去到A棟 接著也有四十個患者 是可以送去到其他的病衣 那重症的我們就在前洞 好像我們這邊有好幾洞嘛 所以可以隔離 那因為這個是醫院 同時也起送了大量的傷犯 處理機制 還有高頻醫療網 受到三度李鳳台的影響 當港地区恐嚇盡頭 便宜老闆各館也增加競修 強求的難度 冰東館長要來到現場了解總統 現在會已經在地 會否一點多打發 根據統計目前是有夠的人失望 現在原地失戀的兩人都已經找到 不過便宜 兩者的鄉鄉會修這個原因要再調查 繼續從下坊到